看看新闻榜 再来看下面一条 由于扮演了电影《小时代三中》的公民一卷 让从小在国外长大的台湾地区男演员景荣是人气极深 再加上他顶着天后蔡依林男友的头衔 哎呀 那受关注度自然是了不得了 只是经常要出席这个公开活动啊 这一口非常不顺溜的普通话可得抓紧练一下 来看看 一见到记者 景荣就赶紧为大家打起了预防针 等等将今年三十岁的景荣 当五岁小孩一样看待要不要这么夸张 但事实证明景荣真的没有夸张 就他的普通话水平还不如五岁的小孩呢 所以说更加吸引女生 比如说推荐男生 戴这款眼镜可以追求到女生提高成功的几率是吗 你说对 你简单一点好吗 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电影或者电视剧的计划 能跟大家分享 其实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case要拍的 那自己也在内地其实拍了小时代嘛 然后其实也过来参加了很多活动 就想过私下有提高一下普通话的水平嘛 想说这样做访问也会简单一点 自己有这方面的困扰吗 我听不太懂 十个问题 十个听不懂 景荣同学 你还真是想凭着脸蛋走天下吗 这事你家蔡依林不管吗 那周年是很认真要说英文的人 所以没有帮助她 那有没有想过让她教你一下 就是为了在内地可以发展的地方 她是完全不一定说中文的 她都是要来英文的 原来如此也难怪进入的普通话进步那么慢了 但是为了自己今后的发展和粉丝们的感受 还得抓紧时间多练习普通话呀 如果今天你这采访做的好吃地上海发达 我觉得这个是优点 想回答的她就听得懂 想不回答的就听不懂 是吧 我挺喜欢这个风格的